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马龙的高光折战 这能够4比0很少克星王浩 这是2011年的瑞典公开赛 由蓝西弗的王浩迎战红西弗的马龙 因为王浩曾赏赛在市民赛上击败过马龙 虽然很多人都说王浩是马龙的克星 手局下来的王浩还是要慢着一些 很快就2比7落后了 马龙在强了对正守卫的保护 一个找到准备的法拿折线 拿下这一份 王浩它是出现在83年 比马龙大了5岁 隔了一个奥运周期 马龙也是一比7出现拿下了手局 马龙的这个衔接真的是太快了 特别是第一版的这个突变直线 这个时候的马龙 虽然已经是队内的主力选手 但没有获得过三大赛的打打冠军 马龙这球是先防住 又没有这些的防守对抗 一旦有机会就转正守进攻 马龙现在是第二局9比3领先 王浩这球是张住了 连续的防守进攻 一旦马龙的侧城正守出不了质量 正守空囊就很容易被王浩针对 王浩现在是越来越有状态了 从3比9落后是把臂分绝了上来 在防守的队直接对抗中 王浩的这把很打还是有优势的 马龙突然夹快了节奏拿下这一分 他的变化还是要更短一些 在这种大陆球的推抗中 马龙的衔接不法优势就体现了出来 其实马龙在2011年之后 在小的比赛中对王浩是有优势的 但是到了4比赛 心里成名还是差了一些 这两个球都是王浩的防守得分 他的防守相对马龙 当榜尽量要更高一些 马龙的变迫线是非常的主动 通过两个大脚去群台调动王浩 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市民下方如下人的评论 王浩先是一个防守的牙齿 第一板就马上推了一个折线大脚 王浩先的脚下步法 可是有些沉重 慢不开 9号是马龙4比0很小的王浩 9号是马龙4比0很小的王浩